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恩 那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第二个讲题 就是赵明福家人被驱逐 被赶 被骚扰 我们来看现在的政治现实 我在铁粉聚会问很多铁粉一个问题 大家现在请大家摸着良心了 或者你不摸着良心也没问题 你自己去思考这一个问题 赵明福可以说是为行动党死的人 他到死那一刻没有出卖行动党 对不对 不像之前有出卖行动党 然后荣华富贵的霹雳州的州议员姓徐的 很多这样子的人 后来荣华富贵 当然也有失败的等等 但是赵明福是在强权之下 被征讯 被反贪委会抓 抓去Sharam的反贪委会大厦 不停马拉松的问拿强光来照你 这些在法庭上都已经被揭发出来了 拿强光来照你 就像我们看港剧看到的一样 不给你吃 不给你喝 然后精神轰炸你 问话 问你到凌晨四五点的时间 他有出卖行动党吗 没有 如果有 当时欧阳汉华就被告了 你要知道赵明福不是嫌疑犯 他是协助调查的证人 反贪委要调查的是 雪州行动党当时的主席欧阳汉华 赵明福是他的助理 他如果有出卖欧阳汉华 有出卖行动党 或者是驱打陈朝 也不能说赵明福出卖 因为我们都知道 人是有上些像满清十大酷刑 我不是讲那部电影 那部电影是三极片 满清真的有十大酷刑 夹手夹脚 拿烧红的铁条来打你 烫你来逼你 冤案就是来逼你招供 可能你的精神被折磨崩溃了 你就会说出言不由衷的话 这个任何人都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这些强权是最可怕的 我们一定要监督这些强权 在赵明福的案件 有没有这种十大酷刑的情况发生 我们不知道 因为赵明福已经死了 然后去征讯他的官员 没有一个遭受到调查 没有一个遭受到对付 然后还升官发财 赵明福自死没有出卖行动党 他是行动党的劣势 为了行动党而死 而且他死的时候 即将要结婚 孩子要出生 这样子的大好青年 为行动党奉献一生 虽然他的一生很短 可是他为行动党奉献一生 就这样子不明不白的死去 一开始还被污蔑成是跳楼自杀 是畏罪 是为了保护安欧阳汉华而跳楼 对不对 大家可以去找新闻来看 后来被揭发 经过各种各样的审讯之后 确认反贪会的官员 有违反程序 有违反法律这种强力征讯的行为 所以政府赔偿了赵明福家人60万 这个赔偿金是民事 很多人现在 已经不站在赵明福这边了 跟行动党一样 跟西蒙一样 已经不把他当门友 已经忘记了 所以把他当敌人了 就把赵明福想坏了 把他的家人想坏了 认为他们是要来破坏 认为他们是国盟的人 他们讲的一个理由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说这样 都拿了60万 你还出来什么 你这个就是要 出来挖政府 出来害政府 首先你讲的话 是完全错误的 赔偿60万是民事赔偿 是对赵明福家人 所受到的苦难 政府你做错事 你受到苦难 我赔偿你 这个是民事 但是赵明福家人 现在追究的是刑事责任 就是要让做错事的人 神之以法 不要让他逍遥法外 跟赵明福家人 有没有受到赔偿 是两回事 就像你给车撞 这个法律上我已经讲过了 在民事你可以跟撞你的人 索藏我的医药费 我的车的维修费 我的摩托的维修费 我不能去上班 我损失的工钱 这个是民事所长 那个撞你的人 他鲁莽驾驶 或者是他喝酒驾驶 他没有来胜下车 这个是警察跟他的事 警察逮捕他 带他上法庭 叫他缓傻慢 赵明福的案件就是如此 所以拜托各位 不要抹黑事实 不要蒙蔽自己的双眼 去说你收了60万 就不应该再吵 这是第一点 根本是不相关的事情 重点是这些人 有没有被神职依法 有没有付出代价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做了这种 一条人命 又这样子没有的事情 你还可以升官发财 意味着什么 你在鼓励这些官员 以后你都可以 这样子对平民老百姓 所以我一直强调 赵明福 我们不是在帮赵明福 这个不是赵明福一个人的事 是所有马来西亚人 你我的事情 因为我们所有人 都会遇到警察 甚至会遇到反贪会的调查 当然反贪会比较少 但是警察一定会有 像我们有铁粉 新加坡做工的 回来就受到黑警的勒索 一直都有 前两天也有两个独友发给我 警察突然来就check你的电话 看有没有万字 看有没有色情图片 就算没有 他叫你拿IC 你的IC没有带出来 或者是你的IC救了 不能够read了 他就要挖你 跟你拿个几百块 遇到这种事情 我就说一定要去报警 绝对不可以去中 马来西亚是警察国 警察的权力 执法人员的权力是很大的 所以他权力已经这么大 你还抹视 做事他滥用权力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 发生在赵明福身上的事情 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会发生在我们的爱人之上 会发生在我们的父母孩子 他就我们不想发生 所以我们要让这些人神之以法 要让执法单位知道 这些执法人员知道 你做犯法的事情 你会付出代价 而不是观观相味 所以这一个事情 这么的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要讲 除了这个60万的课题 你要知道 60万赔偿是很久以前就赔了 就算60万赔偿了 之前的火箭 还是帮助赵明福的家人 去责问政府 尤其是火箭还没有当政府的时候 后门政府的时代 去责问赵明福的案件怎样 2019年 尼可敏都还讲 要求警方重启调查 不可以让明福死不明目 大家去找新闻 2019年的新闻 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所谓的60万你拿了 就不应该再追究政府 完全是换了位置 换了脑袋的事情 之前行动党还在帮你追究 现在就突然不追究 这个是最不适的事情 然后第三点 最重要的一点 也是我在铁粉聚会 昨天我们的铁粉聚会 跟独有讲 谈到这个课题 我直接讲 大家思考一下 行动党对于为自己而死的人 刚才我们讲了 他是你的党员 而且是忠贞的党员 自死都不出卖党 连生命都丢了 都在捍卫党 结果你们可以这样子对待他 不帮他 不帮他伸张正义 不帮他洗清冤情 不帮他抓到害死他的人 这个就算了 问题是现在他的家人 想要去追究真相 想要让这些人 做错事的人 深知以防 你竟然用回之前 那个害死赵明福政府 纳吉政府就是去骚扰赵明福的家人 叫他们来问话 来逮捕他们 不要给他们追究这个事情 你要追究你就要坐牢 现在的政府竟然做出一模一样的事情 你讲可不可悲 如果行动党连自己的战友 都可以为自己死的战友 还不是是战友 是为自己死的战友 都可以在得到权利之后 这样子一脚踢踢开 一脚抛弃 我问大家 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 有什么理由行动党要捍卫 赵明福的生命 赵明福的真相 他们都已经不捍卫 所以请思考这一个问题 为什么赵明福的案件这么重要 当然赵明福整个事情的 经过整个案件的疑点 我们今天不会去生谈 我们最主要讨论这一个事情 他的家人被骚扰 然后不要理他 Thank you very much 你看尼可敏部长 以前2019年还讲 要让明福成员得学 现在听到赵明福的三个字 本来在听着记者要问问题 他准备回答问题 记者一提到赵明福三个字 马上站起来 Thank you very much OK all right 谢谢 散起来就走 一点颜面也不给 这个是多么可悲的情况 所以谨记赵明福是他们的战友 为他们死的战友 都可以遭受这样子的对待 你想一下我们这些 没有关系的平民老百姓 会遭受这样子的对待 他承诺我们会保卫我们 会捍卫我们 会保障我们 会做到吗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明白 为什么这个事情 这么让人分开 我们一定要去追究的原因 刚才有讲到 如果你想听赵明福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对这件事情的分析 我们之前有悬案讲 已经讲了赵明福的案件 大家可以听回去 我们在这里就不讲 然后最后一点 讲回赵明福的案件 其实现在很多支持行动党的人 一起在攻击赵明福 他们被忽悠被带风向 觉得赵明福的家人 是故意的来找茬 在这个新骨毛选举 来给政府丢脸 要来找安华 所以他们是来帮国门的 对不对 很多人抱持这样子的看法 这个看法 首先根本一点逻辑都没有 因为赵明福民主基金会 赵立兰赵明福的妹妹 他们并不是现在才找政府 不是现在才找安华 15年来每一天 每一个月都有办活动 都有通知 都有办公计 每一年都有 以前行动党的议员还会出席的 要求政府给予交代 要求政府去调查这一个课题 一直都有 包括上个月都有 新骨毛选举之前都有 并不是说新骨毛才出来 那他却被抹黑成是特意 以前都没有来追究 现在才来追究 然后很多不明就里的人 就被带风向 就被忽悠 然后去骂赵明福的家人 所以可悲不可悲 这就是我所说的 大家太容易被带风向 太容易被抹黑了 而且他们不止一直都有在做 更重要的是赵明福的家人 民主基金会 包括燕可 我的学弟 他们去到新骨毛 派传单 叫人关注这一个课题 有犯法吗 犯了什么法 你看警方去骚扰他们 叫他们来问话 都不逮捕他们 也不能说 说不出 他们是在什么法令之下 接受调查 只是说我们在接受调查而已 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这个是完全没有理据的事情 就是为了打扰他们 你不要以为警察叫你去问话 是很简单的事情 警察叫你来 比如你住槟城 吉隆坡的警察叫你去问话 你就要下去吉隆坡 你下去也不一定见到他 你要等四五个小时 然后问话问两三个小时 你一整天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妥妥的骚扰行为 这个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而且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 可是他们还去做了 然后尼可敏在 Thank you very much事件之后 引起很大的争议 很多人抨击他 因为他透露出赤裸裸的冷漠 对赵明福这个案件 你前站有的冷漠 第二天他有补误 他有补误 他讲我已经指示内政部长 我跟内政部长讲了 叫内政部长指示停止调查 这一个案件 他有用这一个方法来补误 首先赵明福 尼可敏这样子讲 他并没有讲 我们会继续去调查 要怎样帮赵明福的家人 只是不要骚扰赵明福的家人 两个层级是不一样的 赵明福家人要是重启调查 还赵明福一个公道 让当事人设案者付出代价 尼可敏提都没有提到这一点 他只是说跟内政部长谈了 不要去骚扰他们 叫他去指示 所以风马牛不相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尼可敏这样子讲了之后 第二天 警区主任就出来打脸尼可敏 我们没有停止调查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而且这个案件已经转交给 Pukit Amman 就是警察总部 直接来调查 整个成绩是提高的 所以尼可敏 他说有打给赛富丁 然后指示他 去停止调查 指示警方停止调查 为什么警方会出来讲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是不是只有三个可能 我在Facebook有写一篇文章 只有三个可能 大家思考一下 第一 尼可敏讲电话 他根本没有打电话给赛富丁 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既然没有打电话去警察 当然就不会停止调查 没有受到指示 所以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我不知道哪里一个 但是我把所有可能性放出来 给大家自己去想 是哪里一个 因为只有三个可能 第一个就是根本没有讲 尼可敏在信口持谎 在扯大炮 第二个是尼可敏有打电话 给赛富丁 赛富丁不撩你 你是谁 要我去指示 不指示调查 我不理你 你打来我 我没有去做 所以是赛富丁 不听尼可敏的话 或者是不理尼可敏的要求 所以才继续去调查 第三个情况是什么 所以第一个是尼可敏的错 第二个是赛富丁的错 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警方不理尼可敏跟塞富丁 内政部长的指示 我们就是要去骚扰 我不管你 我警察权力很大 所以只有三个可能性 大家认为是哪里一个 我不懂 我不是神 我不要去猜 但是只有这三个可能性 但不论是哪里一个 尼可敏的问题 塞富丁的问题 还是警察的问题 你都不能否认 这三个都显示政府无能 第一个尼可敏 撒谎 肯定不用讲 等一下一声 尼可敏撒谎肯定不用讲 塞富丁不讲意味着什么 尼可敏当家不当权 行动党当家不当权 你讲的东西是不能做的 所以他讲要捍卫我们的权益 要怎样捍卫 明天赵明福都捍卫不了 这个是第二个情况 如果第三个情况 就是警方 警方这样子烂权去调查 你作为部长 无法去制止 无法去制止 这样子 你要怎样去改革 你有什么行政机制 来制衡这样子的警察烂权 没有 所以是整个政府的失能 你内政部长 施责 你无法动用你的权力 去监督警察 所以这个是最可悲的情况 也是大家所应该要看到的 这个赵明福家 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我不认识赵明福 行动党里面 很多人都认识赵明福 包括我讲的Daren大哥 他以前是行动党里面的助理 什么事情一生 拜拜 Love you 你要跟爸爸拜拜 拜拜 Love you 快点去睡 一生在上面跟我讲拜拜 不好意思 打断了一下 很多人都认识赵明福 所以我帮赵明福讲话 我不是今天因为他去新古马 我才帮他讲话 可以看回我之前的文章 我写了不下十篇文章 关于赵明福的 我的直播赵明福的案件 也讲了至少三四次 赵明福这个事情 不是赵明福 不是赵家一个人的事情 也不是因为他是华人 不是 包括徐景玉牧师 还有好几位徐景玉牧师的 也有一位马来同胞 消失 这些案件 透露出的是马来西亚的法制的缺失 我们的法律体制的崩坏 这个不是一个人会面对的问题 是所有马来西亚人都会面对的风险 所以我们帮赵明福 就是帮我们自己 这是我要强调的 不要等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了 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 你才来后悔莫及 不要等事情还没有发生 我们要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又无幼以及人之幼 要感同身受别人所 所遇见的这些痛苦 然后去帮他寻求真理 去帮赵明福成员带血 赵明福的儿子 在上着中学 一天父亲都没有见过 你知道 这个是多么一个 惨绝人寰的事情吗 你们夺走的不是一条生命 你们破坏的是一个家庭 不止赵明福的太太 一生已经是被毁了 他要担的担子 你可以想象得到 而且他要面对的这些苦难 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同理心 可以去想 还有赵明福的妹妹 他为他哥哥奔波了这么久 还有痛思孩子的两老 孩子养到这样大 去帮助调查 帮助你们行动党 捍卫你们行动党 就这样子命都没了 结果你们这样子去对他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思考这个事情 不要被忽悠蒙蔽了双眼 如果你是装睡的人 你有拿到好处 你在政府里面有拿到好处 在行动党拿到好处 我直接讲 我还可以认同你 接受你的作为 你颠倒黑白 颠倒是非 去摸黑 去攻击 因为你有拿到好处 人都是很容易被利益给蒙蔽双眼的 所以你是装睡的 我们也叫不醒你 不用紧 但是最可悲的是这些睡不醒的 你是被忽悠 然后被骗睡着 这个才是最可怕 最忽悠 你是待宰的羔羊 而你这个羔羊却还在歌颂屠夫 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思考 记得我讲的这一句话 这个是烈火拷问 这一句话就是 为行动党使得照名符 行动党都不捍卫 他会捍卫你我吗 大家思考一下 所以行动党 拜托 不要把自己的遮羞布 不要把自己的道德制高点丢掉 去帮照名符 不是帮照名符而已 是帮你们自己 发生在照名符身上的事情 会发生在你们之上的 尤其你们政治人物的风险 是比我们平民老百姓 大上很多的 当然我的风险也很大了 所以大家记得这一句话 那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